这是美军MQ-9无人机外号死神 在今年初帮美军击毙伊朗第二号人物出来曼谜 无人机监视器回传画面 被死神无人机锁定 连反应逃跑都来不及 这是美军首款也是现役攻击型无人机 能够一次吸弹四枚地狱火飞弹 以及两枚雷射导引炸弹 全武挂最大续航力超过14小时 坐在半径超过一千八百公里 从台湾起飞飞到北京绰绰有余 是美国第一款专为猎杀用途设计的无人侦察机 空军传出即将建案 首批向美国采购四架无人机MQ-9 总经费50亿预估最快2023年交付 未来更不排除让无人机装上J-10 甚至响伟哲飞弹 将原有的对地打击能力进化到对空作战 尤其面对中国解放军战机接连扰台 甚至7月23号夜间侵扰台湾西南海域 一旦MQ-9无人机加入空军行列 强大的制空能力 牵制共军威胁将是一大战力提升 我们要来看到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超重要 民党政府的外交两岸政策其实很清楚 就是说能够操支在我的部分 我尽可能的做 所以我要增加我的朋友 坚持我的军备 让敌人看到我想打我的时候 哎哟 你还蛮强的喔 你朋友蛮多的喔 我还是不要惹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能操支在我的部分 好 对台军援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呢 路透社说美国最快28号要宣布 大概三亿美元的对台军援 这个要请年华来说明 这一次他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呀 我好期待呢 这一笔的对台军援 总额是十亿美元 大概就是三百亿台币 那这个钱呢 它是不用还的 对 它是不用还的 就是送你的啦 对 送你的 那第一批三亿 约略占三分之一 那有可能在台北时间 今天晚上有可能宣布 那现在根据路透社的报导是说 这一批里面 可能会有四架 MQ-9A的死神无人机 我们跟美国有买四架MQ-9B MQ-9B它叫海上卫士 那MQ-9A跟MQ-9B 其实都叫MQ-9系列 但是MQ-9B呢 它只能侦查 可是MQ-9A还有什么叫死神呢 这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下来 对 名字都 哇哦 好威哦 你如果去遇到那个恐怖分子 你刚才讲死神 他马上躲起来 真的哦 我们在电影里面 有看过那种画面吗 就那个恐怖分子 躲在那个碉堡里面 对 然后有一下无人机在很高 它高空可能在 大概三万英尺的高空 然后呢 你看它那个电视的摄影镜头 就瞄准那个碉堡 然后一刻 那个炸弹就下去 然后穿过碉堡 然后那个恐怖分子呢 可能还在吃晚餐 或是还在打电话 莫名其妙就被炸死了 那个就是死神无人机啊 死神无人机叫做真打一体 这个在乌战争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我又侦查 我又打你 就它本身可以带飞弹 那通常还会配地狱火 当然依照不同任务 它会配其他的飞弹 然后它只要侦查到 因为它在很高的高空 所以你的地面上的防空雷达 跟防空飞弹 不容易锁定 它也不容易发现它 所以当它找到你的时候 它可以在高空直接发动攻击 那MQ-9A跟MQ 其实你如果就续航力 或是飞行高度来讲 MQ-9B远胜于MQ-9A 但是MQ-9A有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攻击 所以如果假设美国 真的给我们MQ-9A的话 我们现在在担心的是 会不会把武器系统给拆掉 可是我刚刚跟将军在讨论说 那你如果把武器系统拆掉 你干脆再给我试架 MQ-9B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干嘛给你A 这个不是叫脱裤子放屁吗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会拆掉 就直接MQ-9A 对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中科院 我们研发的那个腾云 腾云其实现在也可以有攻击能力 所以美国大概知道说 反正你台湾也会做我就给你吧 哦 那所以我们有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打哪里 我们没有要反攻大陆 对对对 我们并没有要反攻大陆 那感觉 因为我们不会主动去攻击 可是当如果别人 万一他们来的时候 对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不管对他海上水面舰 或是说他如果要登陆 昨天汉光引擎不是在巴黎吗 对 如果他的登陆舰登陆艇要上来之后 死神就可以发动攻击啊 哦 他们就不敢来了 对 吓都吓死了 他知道你有这个可怕武器 啊 十三天啊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他的续航力 可以飞到大概将近快一万公里 那么远 他可以在空中连续飞27个小时 哈 这么厉害啊 对 27个小时 也就是说 一旦解放军发动攻击 或是我们很确定 他要发动攻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源头打击 他可以飞一天啊 MPU-9B更厉害 MPU-9B可以飞40个小时 快两天耶 对快两天 对 就是他可以两天不睡觉 那MPU-9A是可以一天不睡觉 因为他有27小时的续航的时间 跟将近一万公里的续航力 所以一旦当我们发现解放军 确定要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源头打击 了解 了解 你还没有 你部队可能还没有出海 或是你在岸边集结的时候 我就先攻击你 就是你要是万一越线 怎么直接 对 没错 这个就是死神无人机的好处 而且这无人机最大的好处 是他不用飞行员 飞行员是在地面遥控 无人机 所以应该很快就宣布了